18年了 18年前,入到学校 从一个普通的数学老师 慢慢变成了学校里面的level coordinator 之后就出来了 Start my entrepreneurship 一步一步进步 一步一步改变 一步一步实验梦想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明白到 如何一步一步进步 我明白到 在学习里面 什么为止成功的要素 我也都明白到 在这条成功之路里面 要具备什么心态和习惯 才可以跑出来 所以我在这个教育行业 创办RL education 一,不做传统教学 二,将这些要素带给我的学生 我的教学方法并不是 指教他们书本上的知识点 而是要他们明白到 我刚才所说的element 心理和习惯 所以我们RL毕业的学生 并不是死读书 并不是为了考试考试 并不是书带字 他们是因为领悟到成功的道理 成功的要素 财 达到今天 他们的成绩 我很想分享一点的就是 而这一点我相信 很多成功的家长 都早就领悟到 就是如果要成功的话 努力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可能 他是指占百分之四十 其余的百分之六十 就是有几多比你厉害 比你更高层次 比你在这个industry里面 更成功的人 愿意拉你 愿意帮你 愿意带领你 这个才是成功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想跟我的学生说 Use my shoulder 用我的肩膀 因为我 和我们RL的团队 愿意用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去带领你 去成为其中一个 拉理上 另一个level的导师 和白乐 这个就是我们RL education的 教学方法 和教学理念 我们要做三十一 我认为我们要做三十一 我认为我们要做三十一 我认为我们去世